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水果是什么的时候 有人说是榴莲 他笃定的反驳说不可能 他从来都不吃榴莲 很小的一件事情 却足以看出来两个人感情的深厚了 王妃与谢霆锋已经复合了六年了 分明是过期堂 但是却让人感觉到历久迷心 两个人的故事始于2000年 一个崭新的年代 那一年王妃31岁 谢霆锋20岁 他刚与摇滚才子杜维离婚 他正处于人气鼎盛的时候 全世界不解 全世界投来关注的目光 在世间本就是个人下雪 个人有个人的隐晦与皎洁 可而是对于王妃和谢霆锋而言 他们的爱情是走过荒芜 长遍百味之后的故事 5月4号为了抚慰 在疫情当中受过苦难的人们 音乐人联合组织了 《相信未来》慈善一眼 这次献上一眼 让我们看见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其中就有王妃 他和常识磊合唱了《人间》 风雨过后一定会有美好的天空 天晴之后总会有彩虹 战胜疫情需要我们有始有终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 有的人他不在江湖 江湖处处有他的传说 他一出江湖 这江湖便是他的 王妃就是这样的人 这首歌还没有唱完 王妃就上了热搜了 网友们纷纷表示 哎呦状态太好了 天后就是天后 开口贵 他们的歌声也唤起了一些人的回忆 那是回不去的黄金时代 出唱《人间》那一年 王妃才28岁 年轻时候的她 永远都是一副嚣张的姿态 只想讨好自己 2004年 喜提第15届金曲奖 最佳国语女歌手的时候 她的获奖感言是 我会唱歌 这我知道 对于金曲奖评委给我的肯定 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很多人仰视她 也有很多人讨厌她 但是王妃就是无所谓 她说 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作作 1994年 是属于王妃的时代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被问到 现在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她说了一句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回答 说 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 太红了 那时候的她一切都好 只缺烦恼 也是在这一年吧 王家卫拿出了一部文艺片 《重庆森林》 王妃饰演的阿妃 可谓是本色出演了 摇头晃脑地唱着歌 潇洒自如 宿舍店女孩 而阿妃与《巡警663》在香港的街头上演 暗恋的故事 故事的背景音乐便是那一首《梦中人》 《梦中人》一分钟报警 接十分钟的吻 这一年 王妃25岁 在自己的黄金时代 她寄给窦维一箱CD和一封信 信上面写着 你以后可不可以别再叫我小王了 这也许就是王妃和窦维开始的契机吧 几年之后 在香港已然是天后的她 毅然决然放弃了香港的繁华生活 跟随窦维窝居在破旧的小四合院 当时王妃被记者派到穿着睡衣 去公共厕所道谈梦 报纸新闻传到香港 她根本就不在乎 这也是那一句 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的来源 1996年 窦维亲自操刀 为王妃打造了专辑《浮躁》 被称作是王妃最具特色的音乐作品 也是在这一年 两人凤子成婚了 王妃把结婚的消息告诉了公司老板 老板说 你要想清楚啊 她说 我想得很清楚 祝福我吧 平时14岁的谢霆锋 也爱上了音乐 吉他 打鼓 并且被妈妈带去班师学音乐 谢霆锋自小长着一张英俊的脸 拥有着清晰的骨骼和筋肉感 眉睫头下的阴影里全是隐忍心事 一年之后 她亲手将王妃的名字 写在了自己最喜爱的歌手的那一栏 当被问到女友会选什么类型的时候 谢霆锋说 选王妃 喜欢短发 喜欢王妃的衣品 性格最紧要 我喜欢爽朗的女孩 最怕那种连叫杯饮品也犹豫不决的女孩 后来的谢霆锋有首歌是这样写的 无论春天有多么远 我以心灿人 能够握住你的久违双手 宁静显然也很懂阿朵 两个人后面还相互的比了手势呢 并且不仅是对前辈 阿朵对于后辈 袁永林也很好 在浪姐挑队长的环节 因为大家都不太了解袁永林 所以没有人选她 场面是一度变得非常尴尬 阿朵便仗义的站了起来 大声说没有人我来 其实阿朵经治人都很不理解 为什么她不选一个人气高的组呢 这个赛制里人气高不容易被淘汰的 但是阿朵表示 自己相信袁永林的才华 后来袁永林没有自信 想要把队长让给阿朵 她这种心态其实很常见 有一份充满挑战的好机会摆在面前 一开始自己凭着本能接受了 但是后来又退缩 想要把机会让给前辈 前辈阿朵当然可以接受 并且做好这个队长了 但是她却温柔的看着袁永林 坚定的拒绝了她 说这是你的功课 她是在毫无保留的 带着袁永林后背 并且会在关键的时刻提点对方 而她真心温柔的语言 或许换不来赢 但是能够换来一个真正的朋友 体面发言 如果说您霸气学不会的话 玲珑也难学 温柔也不了 那么浪姐还有最后一个诀窍 那就是体面了 说话做事体面的姐姐很多 比如说白冰 她被前队友抛下的时候说的那句 我本来以为这是个情感节目 但是其实这是个比赛 这句话情商很高 既没有发泄情绪 又表达出了自己的态度 虽然其实是内向的 但是白冰的表现一直都很体面 刚认识姐姐的时候 张萌一看到她就热情地喊 哎白冰 她拥抱完这个张萌 也没有冷落后来的王志 轻轻地抱了对方一下 不踩低也不捧高 摘得了钢娜影帝 王菲牵着谢霆锋的手出现在了庆功宴上 当时两个人的姐弟脸轰动了整个香港娱乐圈 谢霆锋的经纪公司为了她的发展 希望她对外宣称没有女朋友 但是谢霆锋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爱情 我骗得了外面那几百万人 但是骗不了家里的那一个 更骗不了我自己 庆功宴上好事的记者们拼命地围追堵截 询问谢霆锋是不是很喜欢王菲啊 她摇摇头说 不 不是喜欢 我深爱她 11岁的年龄差让这一段姐弟脸备受质疑 当事人却不以为然 没有策划没有商量 只是忽然就牵了手 爱了就爱了 哪有那么多的理由啊 面对争议 王菲和谢霆锋都很少解释 不回应 就像是谢霆锋歌里唱的那样 因为爱所以爱 感情不必拿来慷慨 明星与受众在商业社会当中互相拉锯过后 总能够让人成为受益者 产生更多的话题 可是王菲和谢霆锋 对于这所谓的关注度颇为不屑 只想要大大方方的恋爱 那些年 站在风口浪尖的风飞恋 毫不避讳的在公共场合带情侣技术 闻一样的纹身 在颁奖典礼高调是爱 甚至在万人演唱会之上公然打情骂俏 恋爱中的男人都是诗人 谢霆锋也不例外 他给王菲写歌 《迷魂记》便是由谢霆锋作曲 灵溪作词 别叫我太感激你 药水色太精美 别让我吃出滋味 愉快地知觉麻痹 字里行间都是旁观者的担忧啊 灵溪仿佛是借由歌词在说 王菲与谢霆锋的爱情 也如一场迷魂记 2001年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之上 谢霆锋在席上和张伯芝打闹嬉笑 当镜头转向王菲的时候 她的脸上写满失落 一年之后 谢霆锋与王菲分手了 媒体们迫切地想要知道真相 可是两个人始终沉默不语 那年的王菲31岁 谢霆锋20岁 之后的谢霆锋上台唱启示录 唱到了 今天开始哪个都不爱 我要抱着你在家中过将来的时候 突然哽咽住了低头落泪 2005年 谢霆锋进入到无极剧组 不到几天 媒体便爆出 她与张伯芝在一起了 一年之后 两个人在菲律宾结婚了 她趁着某一天的日落 下跪跟她求婚 心同育女的结合 可谓是欣赏旁人 第十的王菲则出了 淡初歌谈前的最后一张专辑 江爱主打曲呢 就是她自己作词的 我们的爱情像一场战争 我们没有流血 却都已经牺牲 2005年的5月底 王菲隐推歌谈 童年与李亚鹏结婚了 这次王菲选择了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她也安心做起了居家小女人 带孩子读经 如果说和谢霆锋在一起的王菲 是傲娇的女孩 那么和李亚鹏在一起的王菲 就是贤慧的妻子 在李亚鹏的眼里 王菲就是那个 只因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一眼 就爱上了女人 有朋友对王菲说 你终于给童童找到了一个好爸爸 她却说 童童有爸爸 我找的是自己的伴侣 两个人在一起看上去很是恩爱 可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后后的王菲与李亚鹏一起做公益 出席各种的公共交际场合 大家不禁感慨 仙女终究还是回到了地上 在之后王菲出来唱歌 听得令人心碎呀 她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不再敏感了 其实在窦维和谢霆锋的身上 都有一种与主流气息 背道而驰的先锋一时 与王菲很契合 而李亚鹏缺少这种个性 她身上的那种世俗感与脱俗的王菲 始终是性格格格不入的 也很难在精神上与她达到共鸣 2013年长达10年的感情 最终画上了句号 李亚鹏说 我要的是一个家庭 你却注定是一个传奇 王菲在微博上说 这一世夫妻缘近于此 我还好 你也保重 匹时的谢霆锋 已与张伯芝离婚一年了 见证门后的四年 风之恋彻底的走向了剧中 两个人以性格不合回应大众 然后说了再见 当初的天作之河 如今已物是人非 人到周年 一地鸡毛 王菲不在意 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 不改变她生命的单纯 她的心里开着一扇门 一直都在等待着那个青春的归人 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2014年 王菲重新牵起了谢霆锋的手 在不惑之年 不顾世俗的眼光 谈着少女般的恋爱 这一年她45岁 她34岁 王菲生日那天 谢霆锋拿着吉他深情歌唱 让我们走下去 让我们走下去 从天堂到地狱 我也陪着你 分手之后的12年里 两个人在各自的生活当中 跌跌撞撞的前行 历经岁月的磨练 成长是自然的事情 彼时的谢霆锋 眉眼之间 满是沉稳与柔软 已经告别乐坛与饮食圈了 在她身上的标签 也许厨子早就已经超越了歌手和演员 曾经的青狂少年 在这些年的生活当中 学会了柴米油盐 把自己的时间用来做了一道菜 她知道了 美食与爱才是人间 最不可辜负之事 50岁的王菲依然灵动 尽管如今活在了流量之外 每当有动静 她却始终站在话题之巅 在综艺节目之上 她自然欢脱地 穿梭在各种场合之中 一边用着粤语唱着梦中人 梦中人这分钟我在等 仿佛她还是1994年前的 那个重庆森林里的短发精灵阿菲 都为说王菲是女强人 李亚鹏说王菲是个女汉子 谢霆锋却说王菲是个小女孩 和谢霆锋在一起的王菲 满眼都是爱情的甜蜜 她可以肆无忌惮地 做一个同心未敏的少女 两个人时隔多年复合了 人民群众纷纷投来关注 迫切地想要窥探他们的生活琐碎 王菲最喜欢的动物是熊 后来谢霆锋会在自己的背包上面 常挂一个卡通熊 爱乌挤乌乌在爱情当中是常见的 谢霆锋曾说 自己爱做饭 但是从来都没有煮过早餐给别人吃 因为在她的心中 早餐是很神圣的 能够吃到她做的早饭 必定是她此生的真爱 是的 王菲每天都会吃到这份神圣的早餐 两个人打扮随意出门遛狗 挽着手还不够 王菲还要亲密地将手伸到对方的口袋里取暖 王菲同心未敏 谢霆锋亦有她的赤诚 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 不必迁就对方 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可以相互吸引了 一切都变了 一切都又没有变 爱过其他人 几度分分合合 还好是爱的人依旧相伴左右 这种顿悟就像是有一天 突然就听懂了一首歌 我们一起颤抖 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 等到风景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酒杯重逢之后 他们读懂了爱情 也读懂了生活 相遇那一年 王菲31岁 谢霆锋20岁 两个人年少时 手拉着手在聚光灯下走向人群 如今历经沧桑的他们远离人群 过着平淡 但是却惬意的日子 王菲与谢霆锋人到中年 终究还是在终点 等到了彼此 那种爱情也许不再热烈 但是却日久迷心 就像他在歌里唱的那样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年轻的时候 我们期待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认为歇斯底里才是相爱的样子 后来经历的多了 我们才意识到 好的爱情是细水长流 是温暖的陪伴 对于如今的王菲和谢霆锋而言 那些兜兜转转的曲折与伤痛 最后都变成了细水长流的风景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 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